接著香港的勞力供應是會增加的 要留意的就是你閱讀這題目的時候 字眼在哪裏呢? 因為勞力它可以問你供應 可以問你生產力 下一節我們會講生產力的 所以留意這句字 好了接著會增加 好了我們就看了 剛才這句好像的 好更多人走路 疑問 那應該是勞力人數會跌 所以勞力供應會下跌 好了接著更多人讀大專 人數讀書的多了 行不行? 讀書多了 那就是工作就會少了 所以令到供應會下跌 接著政府降低優材 降低他的資歷要求 入境計劃的資歷要求 就是什麼? 歡迎人來 以前要你考博士才進來 現在不用了 中學也讓你進來 好了那就是說怎樣? 人數就會多了 所以整個供給就會上升 答換就會是C OK行不行? 好了 最後有多些 市產的 不要管什麼價格 總之假期多了 就上班的時間 就會少了 所以就會供給下降 OK 所以萬變不離其中 一是講一下假期 一是講一下退休或者上學 OK 一是就講一下出入境的移民 再不是就講一下 人的那個 工時的限制 大致上這四方面而已 那你就會見到下面不斷都是這些東西 OK行不行? 但是